关闭疫情加速推进未来工作模式 人力部长陈诗龙医生说 劳资政伙伴将通过提升本地劳动队伍的能力 加强保护受影响的员工 以及维持未来工作的互信互主精神 协助员工适应职场转型 陈诗龙医生今早发表劳动节限词 回顾了人力政策过去两年取得的成效 他说政府在疫情下相继推出补贴计划 和招聘奖励计划等措施 协助员工和企业克服危机 而在去年我国的居民就业增长强劲 失业率有所改善 财源人数也明显减少 如今我国开放边境 放宽安全管理措施 劳动市场前景乐观 但在这同时 疫情促使职场转型 企业和员工必须寻找新的工作方式 部长说劳资政伙伴将在下来十年 将渐进式薪金模式 扩大到更多的领域和行业 让每十名低薪员工当中 就九名能够从中受贿 另外当局所设立的平台员工咨询委员会 已经同两万名平台员工接触 正在探讨如何加强就业保障 确保平台和员工之间的关系更加平衡 劳资政公平雇佣守则 也将被纳入法律 遏制职场歧视行为 最后随着全球企业和员工 转向灵活工作安排 老资政伙伴正在制定一套 灵活工作安排守则 计划在今年内让四成的员工受益